李扬 皇家围猎 你到底要做什么 李扬没有回答 李扬 皇家围猎对于天灵皇室来说 乃是一件大事 届时 皇家围猎场一定是守卫森严 你就算要复仇 也不该把地点定在皇家围猎场 更何况 李国公府的确遭遇不测 但先帝已死 李扬 你就从未想过 放弃复仇吗 皇家围猎场守卫森严 我又何尝不知呢 可是再如何森严 这一次 我也一定要去 至于放弃复仇 圣女 当初我一直以为是叶丽诚害死了你 再加上李国公府的旧仇 心仇旧恨加在一起 如今的李扬 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回头的李家公子了 你可知道这些年 为了杀叶丽诚 有多少人加入我的队伍吗 有的路 一旦选择了 就不能回头 然而 一个团队如果所有人都具有仇恨 那么太阳的温暖都没有办法照入其中 在长时间的黑暗里成长 恐怕这个队伍就算是李扬自己 都难以一手操控了 圣女 李扬有一事 还请圣女帮忙 如果此次皇家围猎失败 还请圣女帮我召看弟弟李子 圣女放心 我这些年的绸缪 小弟并未参与其中 定然不会给圣女带来麻烦 好 谢谢圣女 圣女 不管这次李扬是否可以活着 您的恩情 李扬都莫持难忘 说完 李扬戴上面巾 果断离去 然而 他刚从窗户跳出 传来水清澈的尖叫声 来人 抓刺客 抓刺客 住手 朱隐月 你到底适合执行 竟然放走陈王府刺客 难道 你和那刺客是一伙的不成 水清澈 你可知你此时此刻所表露出来的小人行径 比起六年前那一朵令人作呕的白莲花 还要让人恶心 好